Hello 各位兄弟们 今天给大家来一期开箱开什么OPPO FUND N 这个手机呢就是我昨天晚上从我们自己寒露大叔的直播间抢到的现货 然后今天直接就送到我家了 因为这个是给我妈买 我就从来没有想到过 就这个手机有一天它会成为一个老年人喜欢的手机 因为折叠屏呢它的屏幕比较大 它们看着比较舒服 别看它们年龄比咱们大不少 但是它们这个用手机的评次啊 真的不比年轻人小多少 OK 现在我们就准备打开了 这个就是手机 这个OPPO还是很给力的 原厂呢就送了一个充电头 现在有太多手机不送充电头了 那这个原厂的充电头呢 直接就支持一个11伏3A最大 也就是就支持这个手机的33瓦的快充 然后这个就是它的说明书 快速入门指南 还有数据线 首先它颠在手上这个手感还是挺重的 那这个手机的质量有275克 就比13 Pro Max还要重 所以横折的手机没有办法 那重量就摆在这儿了 后面呢有三个摄像头 一个5000万的主摄 一个1600万的超光角 还有一个1300万的长距摄像头 反正正常拍照的水平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毕竟给我妈用了 她只要把自己拍美了就行了 其实跟这个人的技术有关系 跟摄像头牛不牛没关系 OK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膜撕了 那这个手机首先就这个脚链的感觉 哇塞 你看我现在一只手的话 就很轻松 就打开了 它这个脚链 但是你一只手如果想合上的话 还是有点困难的 你可以这么甩开 但合上还是有点困难的 它这个脚链特别的细腻 有种什么感觉呢 比如说奔驰S级那种车门 开关的那种质感 到最后这一下 啪哒 它就打开了 然后你快合上也是 到最后这一点 就合上了 就是这个质感还非常不错的 而且它在所有的角度上呢 都可以悬停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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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可以悬停 这就很方便了 对吧 这个屏幕是7.1英寸 而这边这个屏幕呢 是5.49英寸 它是60赫兹的刷新 而这边有120赫兹的刷新 我觉得这对于我父母来说 其实都没有什么用 那主要就是这个屏幕大 那我们现在想办法把它开机 激活 打开以后 其实能发现它是有一点点折痕的 但是现在这个折痕做的真的很不明显 看着没 它就 其实就是有一点点小糊 正常我觉得看这个手机 反正你肯定不会有苹果早期特别大刘海的那种特别分裂感 这外面呢 还有一个副屏 正常情况下 这样操作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手机 然后打开以后 总的来说 我觉得给我妈买的应该挺值的吧 希望她喜欢吧 然后我这两天就是把该下载的软件都把它下载好 然后到家以后还得告诉她 怎么样把她旧手机的数据给导进去 OK 我们的直播间抢东西 还是很给力的